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粉丝嫉妒羡慕恨 今天 咔咔就来跟大家讲讲裴秀志的故事 为什么他总能收割男神呢 早在2012年 18岁的裴秀志被问到 所以想和哪位男演员合作 他的答案是李敏昊 没想到开朗可爱的裴秀志 也是长腿偶爸李敏昊的理想型 在追求裴秀志之前 考虑到两个人都太红了 李敏昊很是纠结了一段时间 2015年1月 电影《江南1970》上映前 李敏昊向裴秀志告白 裴秀志也表明了心意 李敏昊与比他小7岁的裴秀志开始拍拖 他一起去英国和法国旅游 那年3月 第一社就曝光了他们旅游的行程 照片全是实锤 李敏昊和裴秀志大方承认了恋情 开始交往一个多月 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温暖的关注 当红艺人公布恋情一般都会掉分 但李敏昊和裴秀志这一对却是个例外 李敏昊的社交平台一下子猛涨了一大波粉丝 两人各自的广告代言也是更受关注了 在采访中 裴秀志大方地夸奖李敏昊 他很会体谅人 是个很温暖的人 裴秀志还说 恋情公布令他猝不及防 其实交往还没有多久 新闻就出来了 我非常惊慌 那年的白奖艺术大赏颁奖礼上 主持人多次Q到裴秀志 令李敏昊很是不好意思 2016年8月 李敏昊和裴秀志曾经被传分手 但双方的团队都出来辟谣 2017年11月 他们公布了分手的消息 并没有透露分手的原因 2018年2月 李敏昊与裴秀志被传复合 李敏昊方面做出澄清 两人并没有复合 但最近开始像朋友一样见面 以朋友的身份自然地相处 没想到在那年3月 韩美就拍到裴秀志与李栋旭 在清潭洞附近约会 李栋旭所属社承认 二人相识与私人聚会 与俊姬渐渐产生好感 并且开始交往 2012年 裴秀志在综艺强行赠礼 对李栋旭表白的旧事 被媒体挖了出来 当时被问到李小新 裴秀志诚恳地说 以前的理想型是江洞元 李明基 苏耀谢 金秀贤 伊恩 萨摩海尔德 现在的理想型是李东旭 听到这个答案 李东旭笑得很是羞涩 并没有做出回应 没想到6年之后 裴秀志将自己的理想型变成了男朋友 和李密浩一样 李东旭也被裴秀志爽老的性格所吸引 不顾13岁的年龄差走到了一起 然而 这段恋情却没有持续多久 在4个月后就结束了 双方团队给出的理由是 行程非常繁忙 见面比较困难 自然而然地分手了 在韩国艺人分手时 行程经常被锅 粉丝们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 这次恋情失败后 李东旭说 再遇到心仪的对象 他不会立即告白了 因为胆子变小了 会有恐惧 如果结果不好 该怎么办 后来李东旭在采访中被问到 有没有在凌晨时 给前女友发过短信呢 李东旭答道 有 我有一些内心的包袱 希望他可以过得好 所以相互聊过 不过之后 到现在再也没有联络过 裴秀志是李东旭出道之后 唯一公布过的女友 在韩国 有很多的人想要成为明星 或者成为爱豆出道 韩国也是有名的造型工厂 每年出道的组合不及其数 很多的韩国当国明星 当初都是作为女团成员 组队出道的 当初大火的剧 当你沉睡时 让很多国内的网友 记住了裴秀志 裴秀志就是以女团出道的 而裴秀志能够大火 是因为走上了演员的道路 首次出演电影就担当主角 主演了建筑学概论 凭借着这部剧 裴秀志成功打响了自己的名气 收获了众多的奖项 不仅获得了电影女子行人奖 还收获了韩国的青龙电影奖 可以说裴秀志就是一个天赋极高的演员 天生就是吃演员这晚饭的人 她的组合也因为她而成名 如果不是裴秀志的话 估计很多的网友都不知道 Misa这个组合 可以说裴秀志是凭借一己之力 养活了一整个女团了 裴秀志的长相清纯 甜美非常的耐看 因此被很多人称为国民初恋 她也是如今 韩国曝光度最高的女明星之一 和很多当练习生出道的女团成员来讲 裴秀志无疑幸运很多 她当初在参加练习生训练的时候 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成功出道了 要知道 在韩国练习生一般都是从小培养 而且六七年才能组团出道 裴秀志无疑是天才了 裴秀志出生在韩国的一个普通家庭 从小裴秀志的性格就像个男孩子一样 受到父亲的影响 开始去学习跆拳道 她的家教十分严格 在这样严格的管理下 成长的裴秀志十分的懂事 平常会在闲暇的时候去帮母亲看店 而且在小时候 裴秀志就开始在网店做兼职模特 以此来给自己赚零花钱 接触了一段时间模特界的事务之后 裴秀志也开始接触到了表演 也是因此喜欢上了表演 这就给他以后接触娱乐圈 埋下了福币 在2009年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 因为有做过模特的经历 所以裴秀志一上场就被星探给注意到了 也是因此成为了其UIP旗下的练习生 那个时候裴秀志还是一个高中生 新近16岁 16岁的他 练习上生涯半年就成功的组团出道 他和几位成员一起组成了女子团体MISA 裴秀志拼切着高颜值和实力 成为了团队的门面和主唱 在出道之后 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Bad But Good 这首歌发布仅仅两周的时间 裴秀志就收获了最佳新人奖 并且这张专辑在当时也取得了姻缘榜第一的位置 裴秀志也是因此而打向了自己的名气 一开始 他还是跟着团体一起出专辑和歌曲的 积攒了不少的人气 之后 喜欢演戏的他开始转战影视圈 出演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在组合里 他的名气一直都很突出 可以说 这个组合基本是裴秀志成型来的 其他的几位成员 人情完全无法和他比 在组合解散之后 裴秀志就开始把重心放在影视市场上面了 主演的几部电视剧 任意遗恋 浪克行等等 这几部剧在韩国非常的火爆 也是凭借着这些剧 裴秀志成为了韩国顶流的明星 一直到现在 他都是稳居顶流 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裴秀志也赚了不少的钱了 他有一个称号 就是百亿少女 16岁出道的他 在当初 电视剧和电影剧本拿到手软 广告代言也是蜂拥而至 那一年的他 经广告的收入就达到了100亿 也是因此收获了百亿少女的称号 22岁时 他就在江南区购买了一栋独栋的大楼 这几年 光是大楼的收租 每个月就有几十万了 妥妥的包租婆了 这座豪宅当年是他花了51亿满下的 22岁就是百亿富婆 实在是太出色了 现在的他 就算是不节系 每个月收租都能够维持很好的生活 而且 这栋大楼如今的房价暴涨 从这个角度来看 裴秀志的身价 或许还要暴涨一截 启动了之后 大家应该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裴秀志拍新剧了 如今 时隔两年 裴秀志终于又有了新剧动向 还是一部大女主的慢改剧 不得不说 这让粉丝们非常激动 剧还没报道 裴秀志接下慢改剧 李斗娜的女主角一角 想出演 退圈回归校园生活的人气女明星 李斗娜 并且 有一名普通大学生男主 同住在同一物言下 由此而展开浪漫的年夏恋情 退圈人气女星 与普通男大学生 这个人设的反差还是蛮新鲜的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化学反应 原著漫画从2019年开始连载 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人气非常高 女主的画风和人设 某种程度上也跟裴秀志非常相像 因为裴秀志本身也是女团出身 所以她驾驭起来应该是完全OK的 就是不知道 男主会选择谁来出演 希望给我们裴秀志 搭配一个帅一点的男朋友 其实李中硕 丁寒言等等 都还挺合适的 尤其是丁寒言 如果能够一起合作的话 或许可以填补一下 当你沉睡时的一男平 毕竟那时候 大家也都很喜欢 她跟裴秀志的贼批 裴秀志这几年一直很红 她连续四年担任 白响艺术大赏主持人 每年都有热博剧上线 还成为了solo女歌手 裴秀志也很有爱心 几年来 为白血病等癌症患儿 全款数亿含元 她工作很拼 为了拍戏 可以穿着单薄的韩服 在暴雨中被冻上十个小时 宣布分手之后 无论是裴秀志 还是林敏昊 李东旭 都没有再公布过新的恋情 两度官宣恋情 都无疾而终 裴秀志也该明白 娱乐圈的爱情 一旦曝光在美光灯之下 是多么的难以为继 以后再谈恋爱 也会更加的小心慎重啊 与两位顶级男神谈过恋爱 裴秀志真心是人生赢家 令人期待的他 第三任男友 会有多么优秀 名利双收的裴秀志 还给妈妈开了一个咖啡店 给爸爸买了一辆豪车 现在的他 安心地和自己的家人 一起享受生活 他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